我是納米 烹飪老師 絲瓜有清熱排毒養鹽的功效 和蝦仁稱子同草 再以酒釀調味 清甜又鮮美 顯大小適中的蝦仁 加鹽 蛋清攪拌均勻 再拌入適量的干澱粉上漿 醃製十分鐘後 加少許色拉油拌勻 防止炒時水分流失 蝦子能給這道菜增鮮 洗凈的蝦子沸水下鍋 燙子外殼張開 撈出放入涼水中 剝殼 撕去黑金 洗淨備用 去皮的絲瓜切滾到快 下鹽拌勻 這樣就不用擔心絲瓜發黑的問題了 然後熱鍋冷油 放滷蔥段 薑片爆香 倒入蝦仁翻炒至斷生 再一隻下蔥子 立根的絲瓜翻炒 加鹽 酒釀 白胡椒粉炒勻 白胡椒粉炒勻 最後擱個薄芡 盛盤時淋入芝麻油蒸香 味鮮又爽口的酒釀絲瓜蝦仁就做好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